各位朋友大家好 菊花是一种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植物了 较像东晋诗人在诗里面写到 采菊东里沙悠然见南山的诗句 可见它的传承例子已远不止一千多年 可能更远也不得而知 而菊花呢 一般都是作为文学作品里面的常用素材 在全国过地每年秋季的时候 都会以菊花为美 举办不一样的菊花节盛会 我有幸呢在广东目睹了一次菊花节的盛会 当时我已经被菊花的花朵深深的吸引了 我在家里面呢也种有好几番菊花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菊花应该怎么养护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家问题 菊花它是一种喜洋植物 每年的春秋两个季节呢 一定要补充充足的光照 而在夏季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适当的遮阴 否则光照太过强烈的时候 很容易会把它的叶变给灼伤 只有光照充足才能够让它尽情光合又 让它的枝导上面全心挂满花包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养分方面菊花也比较细肥 你想让它多开花的话肯定要离不开肥料的加值 我们可以在秋季到来之前那时候还没到它的花期 我们可以给它补充花多多一号肥或者是这种花卉通用型的控制肥 因为这两种肥料呢既能够促进植物多长新芽多长叶片 同时呢也能够兼顾植物根系的增长 平时呢可以每隔十几二十天往它的花盆点面 只有一小把就能够让它有源源不断的养分吸收了 最后呢就是关于给植物进行修剪 一般来说菊花它的花期在每年进入秋季之后就开始了 我们可以在每年秋季到来之前 也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给它修剪一次 修剪之后呢能够让它从检口的两色萌发出来更多的新鲜枝条 新鲜枝条多到后期开花才会多 这也就是为它后期多开花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在夏季的时候 把它一些土长枝啊或者是生长的没有那么健壮的枝条 给它修剪掉 这样就能够到达秋季的时候花开满盆 花开满苑了 养护菊花呢 想要它多开花的话 一定要注意好以上这几个细节 到达花期的时候才能够有源 而我的这本菊花呢 也是经过了以上这几个方法才验证得到的结果